为纪念林徽因诞辰120周年,6月28日,梁思成、林徽因曾孙女梁周阳以山西太原禁祠为起点,重走梁陵路,跟随仙人足迹探寻中国古建筑之美。 山西被称为中国古建筑艺术博物馆,保存完好的宋、金以前的地面古建筑物占中国的70%以上。 梁思成、林徽因曾四次走进山西,发现了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,在应线木塔、云岗石窟、太原禁祠等地留下足迹,让藏在深归无人知的中国古代建筑瑰宝一一免世。 今年呢,有这么一个契机来到山西,重走梁陵之路,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,对,而且呢,我们家人也都来了,这次的话呢,也是我们家人对我们的祖先致敬,而且呢,也是重新从他们的眼里看到山西的一些重要的古建筑,让我感觉就是穿越了时空。 在尽词,梁周阳参观圣母殿,欣赏木雕盘龙柱,并分别以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经的同款姿势打卡拍照。 能想象到我的曾祖母林徽因站在那座桥上,就是她的这个心情,她当时发现了这个宋代的建筑,而且呢,她肯定内心也是非常激动的,而且呢,也是非常的敬佩我们古代的这些工匠,就是可以建造出这么精美的这个建筑。 2015年,梁周阳加入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,专注于古建筑保护和教育工作。 如今已被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的历史遗产保护专业录取。 未来几天,梁周阳将沿着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足迹,去佛光寺、南禅寺、崇福寺、应仙木塔、云岗石窟等地寻访。 他们那时候为什么开始注重这个建筑保护,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这个面貌的话呢,还是有很多的需要去我们去修复的地方。 所以呢,我这几年呢,也开始从事这个古建筑保护和修复的工作,还是希望呢,在这方面可以多出一些力量。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着!